但今天我们嘉宾是一个小五 对 一说这个萨克斯的话 我觉得特别符合有气质的男人拥有的东西 我觉得 那萨克斯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故事 跟我们分享 有好多 我跟你讲一个 就是其实之前 我就刚刚都讲过了 我其实不太喜欢音乐嘛 其实我学萨克斯是因为我歌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我每年暑假的时候 就会跟哥哥一起找他去踢球啊 然后男孩子玩打电动啊 然后他比我大三岁嘛 然后那会儿我上小学的时候 他要升初中了 然后素质教育嘛 重视 家人就觉得说 对 就要去给那个找一个特长 要学什么呢 然后我爸就说 腿特长嘛 然后我爸就说 那个要不然就让他学件乐器吧 男孩子学什么 钢琴我哥又不喜欢 然后长浩又觉得太丑 好像不是很帅 最后就告诉他有个萨克斯这个东西 他觉得男孩好像挺帅的 当时就去学 但是没想到我再去找他打电动的时候 他就不跟我玩了 因为要回课嘛 他要练习 萨克斯刚刚开始学的声音不是这样子的 是跟驴叫一样 就是很怪异的声音 刚开始练的时候 然后很吵很烦 我就说哥 你就别练了 你跟我玩游戏吧 他还挺认真的 然后一年以后 他练习了一年以后 他拿了一个高音的 降臂的一个萨克斯 那首曲子 我就觉得怎么有那么好听的一个乐曲 然后我就回到家以后 就像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样 就疯狂的去搜 肯尼基所有的乐曲 我都听了一个遍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我也要学萨克斯这个东西 我爸当时很诧异 因为他觉得 给你买钢琴的时候 你都拿脚上去踩 怎么可能 就是 怎么可能会主动过来说 要学这个乐曲 但是我爸 就是 以他对我从小的教育 他就觉得 只要是孩子跟你说了一个 就是我要想学这个东西 他肯定是 发自内心的 我爸第二天 就带我去买乐器 找老师去学 没想到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 吹了很多的曲子 学的也很快 半年的时间 就考到了六级 然后又过了一年 就十级 就老师都觉得 哇 学的很快 那会儿就是一点不夸张 就是睡觉前 听那个 那会儿还没有MP3 是超薄的那种卡带的那种 每天都 睡前听 然后一直天亮了 还在放 就不断循环 肯定基的音乐 然后后来就 就 就深入进去 就知道 原来不止有肯定基 然后有 戴夫考资 然后甘迪达夫 还有一些 像本田雅人 小林相知 日本的一些爵士大师 还有演奏家 就各种各样的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是这样 学散了 所以小孩子的这个梦想 他想做什么 就让他学什么 他一定会学到家的 对 你小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求 跟爸爸妈妈说 我要做什么 有啊 小时候呢 我就想 怎么说嘛 当飞行员 飞行员 对啊 飞行员 空姐是吗 你是说开飞机 开飞机 开飞机 有女生开飞机吗 这样说没有 但是小的时候 就是 因为小的时候 没有坐过飞机嘛 然后 看见天上飞着 感觉 现在流行打飞机 我没有别的意思 对啊 对啊 所以现在你也可以做到 那是 金友专门的服务吗 不是不是啊 就是微信玩那个的时候 不是啊 我还蛮厉害的 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的梦想 就是做售票员 我觉得那个包包很可爱 咔嚓咔嚓撕贴 结果没有想到长大之后 哎 做主持人了 我这一生当初 好像就除了做主持人之外 还没做别的职业 是吧 很奇怪 对 就是一直坚持嘛 哎 刚才你听到 嘉祥他吹这个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 就是特别兴奋 然后有一种好像 我快 睡不着了 我快 就我快 发抖了的感觉 就那种 从心 那我不知道 发抖是什么样 你演一下 就是 就是鸡皮疙瘩 大家都起来的那种 要不你再吹一点 让你抖一下 发抖 吹一个什么样 回家就回家 回家也可以 或者我吹一个 好 来你抖一下 来来来来 掌声鼓励 对 我看起鼓励 他什么样 OK 你受不了啊 别对着他 别对着他 我发现了 我发现是我发抖了 你发抖了 现在给个特写 你怎么能对我们男嘉宾的马瑟科目位来亲吻呢 哎呀 人家是好歹第一次了 讨厌 你就这么 这是嘉宾发抖了 这是有史以来 这是地震了 这是演播厅地震 其实刚刚这个回家 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说的意思就是 形容你的这个音乐 让人全身发麻 全身发麻 对 它是一种音乐的律动 对 一种让你陷入境界的那种感觉 好像我就投入在其中 谢谢